列车进站 民众提了大包小包 鱼罐上车 就盼能准时到达目的地 但现在却得注意 因应乘务人力 和配合台中高价化工程 10月20号起 台铁列车将进行年度大改变 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 实际上是都有跟我们的铁路工会 去做一个协调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 完全达到他们所谓的 10%的这个要求 不过目标已经很尽 这回改点 台铁共计将86班 利用率低于三成 夜间离工时段的蚊子列车 红眼列车截短或时停时 法人力分配在加开假日南北 每周共计四班次 南港到潮州 树林到台东的直达志强号 南北一趟最快三小时半就能到达 都在黄金时段 休假要落实 休假要落实 回归牢梯吧 回归牢梯吧 台铁正回改点 也被所有员工都买单 刚成立的产业工会 中秋零假后第一天 脸书就po文提醒 痛批劳资双方还在协商 台铁这时确实私下 置之问卷 对员工来探风向 夸张的里头选项 都违反劳基法 像以三班制的日夜休 选项为例 最后变成 每月只有四天立休 剩下四天 所以加班费 等于强迫出勤 还有轮三班制 却规定最多只能加班36小时 等同两天休假 其中一天是不领薪 一个月等于少给四天薪 痛比台铁根本没诚意 要会员拒签 也马上获得会员回应 拒绝摸头外 甚至扬言要打团体诉讼 见识这猫言心语 台北报道